这家伙不是要封神吗 傻战争浪费我时间吗 开始了 杨诚开始在九轮塔封神了 信之文都失败了 杨诚不过是急动来的穷小子 能点了一盏灯就借天借地了 不好说 那个剑无缺可是差一点 就在回音壁封神了 是什么情况 那是什么 风神神光 天哪 是谁 是谁成功通过了九轮塔的测试 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一次性点亮了八盏灯 不行 不能让这小子活下去 不然日后我定要亡于他手了 你们看 铁九盏灯也快亮了 我哥真厉害 这 这阴尘究竟是什么来历 第九盏灯亮了 谁 是谁唤醒了我 不知死活的 鲁鱼 人类小子 遵循上古契约 你能够在后天未接点亮九龙塔 故而赠予你一颗圆破神经 圆破神经就在九龙塔内 你自己驱控神石去炼化吧 炼化 不是直接给我吗 我不知道怎么炼化呀 我不知道怎么炼化呀 你先等等 别走啊 好歹告诉我怎么炼化啊 主人 我这里倒是有一门神石炼化术 以你的神石强度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修炼成功 主人接好了 正好 试试看 成了 主人的悟性也太逆天了 给我炼 我猜反应过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 杨尘 杨尘在九龄塔封神了 不只是封神 他一次性点亮了九盏灯 把上古山林都召唤出来了 哥 哥你没事吧 杨 杨 哥 诸位这都是咋了 这么久都不肯离开 难不成是自己封神不了 所以来沾点我的光 随便看 我可不像你们这样小肚鸡肠 对了 之前说我不行的呢 怎么不继续叫了 这杨尘 真是小人得意 不就是在九龄塔上封神吗 你还能在其他三处也能著名封神 要不是那山林出手 这杨尘早就被姓志文砍死了 小君 你要不要试试 其实九龄塔的封神测试挺简单的 哥 估摸着我的神石强度不够 无法点亮五盏冷灯 没事 你的强项不是神石 等有机会 得让你神石提升一键 神石强度很重要 下面我们去见识一下剑魂石 灵魂之力是我们修饰的根本 咱们得好好静修一番才是 杨尘 剑魂石测试的可是魂力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能不能行一试便知 主人 我觉得你的魂力通过剑魂石的考核 应该不是问题 但能否通关获取奖励可就难说了 呃 容老 魂力的高低层次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主人 魂力的层次划分与神石一样 后天位皆有三个层次 以此为无定虚形 凝形化石 凝形化石 你如今大概是在凝形化石的阶段 诶 那是 小陈 小圈 小陈 你 真是太厉害了 你注明的事我都听说了 才哥 怎么就你一人 呃 不提也罢 才哥 以你的武副 想必在风神山注明风神 轻而易举 你想试试哪一箱 嗯 嗯 厨艺 我 我这是在哪里 我这是在哪里 我这就来看你 我没有想要 我这有可能 没有想要 我能给你 我能给你 你帮我 不忧生 我才是 你那是 想得了 我 理解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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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